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1948年时任东北脚总代理司令员的郑栋国 在辽审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 1991年1月27日 郑栋国并逝于北京 享年88岁 02 驱寿年驱寿年 1902到1957年 自建梅 广东罗定人 国民党陆军中将 蔡廷凯的外甥 1948年7月 时任国民党新编第七兵团中将 司令员的驱寿年 在玉东战役中战败 被华东野战军俘虏 屈自持和肃郁将军有交情 大大咧咧的对解放军士兵说 带我去见素玉 被愤怒的解放军士兵一顿暴斗 后来通过蔡廷凯说情 被释放 1957年1月15日 在广州病逝 03 郭勋奇 郭勋奇 1895到1959年 自一致四川双流人 川军名将 早年和红军有过交战史 后来思想转变 和刘伯成 邓小平及陈一等人 结下了深刻的友谊 抗日战争中 因为通共被蒋介石撤销职务 差点被枪毙 1948出任第十五随进 屈副司令 七月在相反指战中 被中野名将王晋山俘获 由邓首长指名 要王晋山将其护送到司令部 郭勋奇主动要求 回四川进行策反工作 成立西川人民保卫军总司令部 自任司令员 促成和平解放成都 1959年因病逝世 04 史则不史则不 1899到1986年 自军所和北县县人 国民党陆军中将 出生于1899年12月23日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不可毕业 1945年10月15日 时任国民党第十九军 中将军长的史则波 宁静公解放区 在上党战役中被俘虏 1947年得到释放 1986年9月26日 病逝 05 赵承寿 赵承寿 1891年 那1966年 自印府 山西省武台县 淮印村人 曾任金隋军 骑兵司令 军长 抗战时任 晋隋军第七级团军总司令 太原隋敬公署 也战军总司令等职 以永汉文明 1948年七约尽忠战役 败给幼年好友虚向前 被俘后真心悔改 致力于和平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